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援各位想法跟行动的一个承诺书 我们让青年团希望 基于人权 我愿意促成更多人一起往婚姻平权 推动婚姻平权的方向来努力 而且今天我们青年团的伙伴 也会跟大家一起走完全程 我们一起来为婚姻平权而走 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更多人 一起来支援各位的想法 达到各位的理想 这其实是第一次 在我们法案送进立法院之后 国民党有成员愿意直接站出来 面对群众和民众在一起做正向的表态 我们希望这一个表态 这一个支持 尽管微小 尽管还非常有限 尽管他们还非常年轻 还没有拿到党中央的权力 但是呢 我们要说 所有的改变 都是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做起 所以我恳请各位 支持青年团今天 初来所做的这一番谈话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可不可以给他们一点掌声好吗 那我们当然希望法案 要尽速的排入议程 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审议 才可能三读通过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速的排案 可是呢 民进党在这个时候 在选前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认为不应该让婚姻平权法案 影响九合一的选情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 在去年选举过后 12月22号 台湾国会史上 终于第一次 有了审议婚姻平权法案的机会 那一天 民进党法治委员会里面有四席委员 但是只有油美女委员一个人孤军奋战 其余的三席委员通通缺席 在这一个巡打里面 虽然另外有郑立军段一康林淑芬委员到场声援 但是这几位民进党委员都不是司法法治委员会委员 按照规定他们也没有法案的表决权 直到最近呢 我们在这个2016的立委跟总统大选之前 我们看到 不论是蔡英文主席 或者是民进党的党团党中央 被媒体问到 婚姻平权法案要怎么样推动 或者民进党的立场究竟如何 要不要排案 他们呢都纷纷的社会还需要对话沟通来搪塞 我们要说 我们也肯定 过去民进党 确实有不少人曾经为法案努力 但是现在 现在 我们看到党中央不愿给出明确的政治承诺 与改革的时程 我们希望民进党如果真正重视同志人权 现在就应该更清楚的和民众说明 在第八会期的时候 民进党到底要如何努力 法国在二十三年的时候 通过婚姻平权 这个法案在法国要通过的时候 有三十万人上街头 反对他的通过 大部分也是宗教人士 但是为什么法国还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呢 因为法国的社会党 当时他还是在野党 法国的社会党在竞选之前 在国会改选以及总统大选之前 就提出具体的政策 政治承诺说 如果他们选赢了 如果他们执政 他们就要把同性婚姻的法案 以及收养子女的权利 作为重要的法案来推动 来通过 作为政治承诺 然后 他们有一位支持同志而选输了吗 当然没有 他们不但没有选输 他们还选赢了 关于同志婚姻平权的法案 本党立委在本会期 其实努力的让他进入一族 显示支持这个法案的委员 是尽量在他的职权上 把他能做的努力尽量做到 但是很可惜 委员会中我们席次较少 力有未待 目前还停留在委员会里面 蔡英文主席 苏贞昌主席 在2012年都签署支持多元成交的法案 这几年以来 同志平权的活动 他们也都在各个可以揭露的场合 跟媒体 都做过他们立场的表述 所以 我们对于同志权益的推动 没有含糊醉说过 讲到法案的部分 我们评估在法案通过的可能性 大家都希望法案能够有通过的可能 不过民进党必须承认 目前 民进党在目前的国会席次 相较于执政的国民党 是少很多的 即使民进党立法委员 有比较高的比例 支持同志权益 但是在国民党 对于这个法案支持度 非常低的情况之下 如果发动表决 其实我们在通过这个法案的部分 会有非常大的困难 习字少就怕表决吗 现在法案就算排案了 表决了 会死掉 这是一条路 2016年 1月 法案无声无息 没有任何社会关注 是不是也会死掉 我要输 我要输 我们真心的感谢 民进党既有的很多的前辈 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率先表态 以及既有所做的努力 但是我们也要说 如果以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法国的例子来讲 法国的社会党 当他还是在野党的时候 他没有畏惧 他国会的席字少 他一再的提出婚姻平权的法案 一再的表决失败 一再的促进所谓的沟通和对话 直到有一天他执政了 他用这样的意志力取得 取得选民的信任 把票投给他 然后他执政了 然后法国的婚姻平权过了 你们说这条路是不是民进党应该参考的路 各位想想看 我们的人权 他要去跟谁沟通 另外一个候选人 这样 等到社会的差异缩小之后 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 这些政府 我们国家的政府 政治法律的这些领导人 有权做决定的人 不要再用这种政治语言来 来糊弄我们 来敷衍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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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